昨天我說的那個歌叫《有三部曲》 寫的與火星的孩子對話 其實是《三部曲》裡面的第三首 昨天的那首《瘋人怨》是《三部曲》的第二首 第一首呢 其實《三部曲》的第一首其實是在說一個抗抑鬱症的一個事情 而且這本詞其實是培育寫的 然後他其實挺不容易的 我們為了抠這個詞 總共逼他寫了三版 不是修改 而是完完全全重新寫了三版詞 因為為了要寫出我想要的那個真正抗抑鬱症的一個感覺 可能等一下你們聽到之後會覺得 這個詞裡面會有一些你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可能它那個畫面會讓你很難理解 或者說是覺得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很簡單但是又有點抽象了一個詞 其實我身邊也有人當時看這個詞覺得很奇怪 然後覺得好像那些畫面感是不符合常理的 但是我後來還是堅持要用這本詞 就是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人有抑鬱症 他其實抑鬱症患者最害怕的就是身邊的朋友 都覺得他還挺正常的 覺得他好像你沒什麼事啊 但其實那一刻 當他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裡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們不應該總是會去忽略掉他們平時的一個 在我們生活當中的一個存在 然後我們需要去多麼的多關心一下他們 然後所以接下來這首歌 我希望你們可以安安靜靜地來聆聽這首歌叫做 好想愛這個世界啊 好想愛這個世界啊 在這首歌聲音樂 千萬 mél Phoenix。 仿佛是魂的聪明 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路 无论我自立这里自立哪里 不能弥补到过去 每当想起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姿态 那些伤害 互相离开 当你说还有你在 忽然我开始默奕期待 心情想发着天花 无人拨打 是习惯孤独到 我该得到的光 不悄悄是退下才做印象 我无声和反靠 毁时能战胜 无论我在这里自立哪里 都不是魂的聪明 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 无论我在这里自立哪里 无论你不得过去 每当想起 每当想起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姿态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也许想事过悲哀 会开始让我未来 心疤就留给回忆吧 别怕 才得到的狗啊 别怕 别怕 想过离开 想过离开 当阳光白个阴霾 没想到你会 英明为我播歌 曾想我离开 那些伤害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当你手下都散开 这世界特别满 现在 共挡 太弱 温暖 太弱了 夕阳起下 接通电话是你啊